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借用一般的官僚组织理论来讨论 重点讨论一下在专制制度下面 那么军权和项权的关系 那么这里面引入了一个自主性的问题 官僚组织的自主性的问题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现代的官僚组织理论 来讨论军权 来解读军权和项权的冲突 那么根据马克思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最早提出来的 现代性 什么叫现代社会 什么叫现代性 现代社会 现代性 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理性化 合理化 现代性 现代性 传统社会里面 我们人类的行为 会被某些宗教的习惯所左右 我们做事情可能不大太过分注重 目标和手段之间的权衡 不大注重这个实际的后果是否合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传统社会的价值观 一些迷信的 一些习惯的势力 我们人被分割在这个狭小的区域里边 受到那些迷信 习惯 所以我们的行为和现代社会的行为不一样 现代社会呢 人类的行为 属于合理化或者理性化 在我们那么追求目标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权衡合理的手段 我们的目标一旦确定为赋予正当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到最佳的手段 我们不会说不计成本 传统社会不大一样 有时候为了宗教 不光是不计成本 那么原教的主义下面 比如最近又发生了黑寡妇事件 这种袭击事件 他才不管你成本不成本 那么像这种中东地区的原教主主义 他不管这一套的 那韦伯所描述的 现在社会就不一样了 我做什么事情 我要考虑后果 我在代价 我在成本 在手段和后果和收益之间 我会有一个比较 也就是用经济学的话讲 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趋向于 那么我们的行为的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 传统社会里面 可能往往是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 当然就是意图导向 意志导向 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 那就刚才更极端的就是 方法忙 目的狂 传统社会可能会 为了目的不惜代价 就像我们过去时的 有时候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标 我们不管一切 文革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行为 不考虑代价 不考虑后果 那现代社会 它会想 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要选取 哪种方式 最得当 最合理 最优化 最经济 所以 目的和手段之间 它要有一个权衡比较 要最优化的组合 因此呢 在这里面呢 工具理性 就更加突充 工具理性 也就是说 要达到目标 我要寻找最好的手段 最好的手段 所以 韦伯进而认为 这当然从西方 按照我们中国实际上 这个理性化的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 这个官僚组织存在 但是呢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组织 那么 就是这种人类现代性 人类的理性化的一种 最高形式的表现 在管理的过程中间 采用科层制的官僚组织 来进行管理 这是理性化 工具理性发展的 一个最高形式 那么 那么这种理性化的特点 首先就是说 它是形式主义的 它是形式主义的 它采用的是形式主义的原则 一律平等 形式主义 文读主义 是吧 那么这个 对事不对人 讲究规章制度 讲究书面文件的管理 讲究程序 在形式上 它是一种非常成体系的逻辑方法 每一个环节 每一种可能 每一种情况 都会考虑到 在制度的设计里面 你看我们的这个民法刑法 杀人 杀人这个罪 里面 要有各种情况 是吧 你是故意杀人 还是过失杀人 杀人完了以后 还要考虑情节 你是一枪毙命 还是把人碎尸 是吧 这个所有的情况 都要考虑周到 法律的这个逻辑的严密 就各种情况 都要考虑到 是吧 所以 我们一个人的犯罪 你是有主观的故意 你还是没有故意 是吧 你是过失 你还是怎么样 是吧 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 逻辑的体系 它追求效率和秩序 作为最高的目标 因此呢 形式主义下面 普遍主义 形式主义 它不考虑个人的感情 和个性的创造问题 在形式主义的 这个官僚体系下面 只有物没有人 只有一堆 办事的规章制度 一堆办公的文件 一套操作的程序 一套管理的规则 不考虑张三理事 在这个下面 没有什么张三理事 你只要进来以后 都一样公务员 哪一级 按照什么待遇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科层制的官僚组织下面 这个就产生了 所谓的自主性的问题 产生了自主性的问题 既然是对事不对人 既然是不管谁做统治者 不管哪个人执政 只要采用官僚主义 就要尊重它这套运行的程序 管理的规则 这套选拨制度 这套选拨制度 普遍的选拨制度 普遍的管理考核制度 普遍的讲诚制度 普遍形式化的办事的程序 照章办事 那么一视同仁 那么一旦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看 有了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那么它对于呢 一方面呢 它固然对于这个组织里面的任何人 它都是有独立性的 都是有独立性的 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 一方面对你这个组织的成员 你不能说我是个伟大的人物 我有冲天的报复 你一旦进入这里边 这就是一个笼子 一个铁笼 所以韦伯把这个牺牲为 是一个囚笼 一个铁笼 没有感情的铁笼子 西方的文官制度 它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呢 它有它的信息优势 这种优势 所以呢 这些方面呢 都会导致 它的自主性问题 它独立性 政治家 或者最高统治的目标 这就会造成我们在行政管理里面 官僚组织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这个官僚组织 任何一个官僚组织的目标整合 出现危机问题 当然 我前面讲了一个任何政治里面 合法性危机问题 这个合法性资源的困乏 对于一个专制政治来说 尤其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一个专制政治下的官僚组织来说 目标整合的危机 也是始终存在的 也就是说 官僚组织的目标 和那个第一号人物 统治者的目标 之间永远存在了差异 是吧 永远存在了差异 存在了不重合的方面 因为他有他的办事的风格 他有他的目标 甚至他有他的盘根错觉的利益 这些东西使他有一种自立性 一种独立性 那么呢 这些呢 他和这个随意性 具有一种不断的变动性 共和的这个统治权利 尤其是专制君主的统治权利 和那种以家殿下为目标的 这样的政治统治 他们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 这是这样呢 就是官僚组织的自主性 它里面隐含的问题 这是我们首先是做的 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分析 从背景的 当然 这个韦伯的研究啊 基于他的局限 他只看到了 他认为呢 他基本上这个划分 只认为呢 官僚组织 只有在西方这样的社会 这种自主性才会有 但是另外一位社会学家 安生斯塔德 那么在他的帝国的政治体系里面 非常敏锐地看到 在中国 这个其实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的官僚组织就已经出现 只要有官僚组织 就有自主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正面地分析 中国的这个官僚制度 在专制政治下面 这种官僚组织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讨论的 一个呢 官僚组织在他的制度设定的 原初的目标 在他的制度的安排中间 他应然的功能 他应该是服务于专制统治的 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目标的 他是工具性的 他是工具性的 他本身之所以在战国时期 出现 并迅速地推广到全国 就是因为他呢 也是有利于 这个专制统治 我们前面说了 最大限度的操控 调动社会资源 通过这个官僚组织 让你 让你获得尊荣 让你有权有势 让你获得社会的地位声望 所以呢 这是达到了对成员的最大控制 他是掌控社会资源 对社会进行强力控制的一种 最方便的手段 他比那个贵族制度 是吧 贵族制度 士气制度 显然就没有这样的便利 就不利于专制 对吧 这个 贵族制度下面 权力都是分配好的 权力不是由现在的 当时的统治者分配的 而是由祖先和习惯分配的 跟统治者没有关系 没有或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按照惯例来分配 我的身份血统是继承下 是先父的 所以呢 专制制度 是中国 那么在中国的话 它是以官僚组织的发展 为重要的条件 因此我们在前面最开始讲的时候 为什么一讲到中国的专制制度 从哪里发端起源呢 一定要讲到官僚制度 讲到官僚制度 没有官僚制度 不可能专制 在这个欧洲 我们也提到 在西欧的中世纪晚期 在这些老 几个西欧的 几个所谓的封建国家 他们的晚期 都是一样的 在走向君主专制的时期 像英国的都督王朝时期 像路易十六时期 都是 我们一说这个时候进入专制 它标志一定是 逐渐的官僚化 它原来的那些家臣 贵族 逐渐的向官僚发展 非身份性的官僚发展 逐渐要打破那种硬化了的血统 硬化了的贵族制度 建立官僚制度 中国 而在中国在春秋战国到秦汉 就完成这个过程 所以 这是官僚制度 在中国的发展 它的一个方面的熟性 但是我们也看到 作为官僚组织 它也具备 那么人类社会 任何一个种官僚组织 普遍的现象 那就是它也存在了 它的自主性 也存在自主性 而且呢 中国的官僚组织的自主性 它还有呢 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自主性呢 这个 中国的官和这个所谓的学是结合的 中国的这个官僚和士大夫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官 一官一既是官僚又是中国传统时候的知识精英 我们把它叫士大夫 他不是单纯的一般的官员 也就是说 他又涉及到一个 这种中国的官僚行政文化里面 他又注入了儒家文化的精神 在儒家文化的注入的精神 使得他的这个自主性 又表现出中国东方式的特点 这一点呢 我们也是受到了 那么国外的一位华人学者许卓云先生 他的一个讨论 那么对我的一个启发 因此呢 这样就我们说 中国的官僚组织在自主性方面 就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的情况 一种呢 在价值目标上 由于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注入了这个官僚 使得在目标 在行政 在官员的这个从政的价值 从政的目标上面 他呢 有着高于 或者不同于 专制君主的 这种要求和追求 儒家文化 我们后面要谈到 这个 按照儒家的标准 按照儒家的理想 一个君子 一个读书人做官 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行道 所谓的是 孟子所讲的 是至于道 至理那个有志的志了 志是人人的志了 一个是 什么叫是 一个是人 他的最高的人生目标 是至于道 这个道 他是高出一切 现实的政治君主目标的 当一个君主有道的时候 我当然服从他 当一个君主无道的时候 我背离这个君主 也是中的 所以 中国的这个 世人的目标 就导致了 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 在中国的 这个 帝国的 这个帝制中国的制度下面 出现两种中 低级的中 就是工具性的 中于现实的君主 一切以 现实的君主 以实君 他的要求 毫无为转移 这是一个诚子中 但是在儒家看来 一味的中于现实的君主 这个呢 不光不是中 甚至说是奸 是切腹之道 那么应该 忠于心中的那个道 才是真正的中 代表一个民族 代表中华民族 这个文化共同体的 共同的价值目标 代表江山设计 这个抽象的 在朝廷政权之下 一个抽象的共同体 代表这样的目标 我们才叫 叫它是真正的中 所以中国文化 宝奖的中 一个真正的 世代府智力的目标 应该是这样的 公共的目标 那才叫中 才叫世人应该做的 所以 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一个读书人 做官 他的目的 他的最高的目的 不是为了满足 现实统治者的需要 当然 如果现实统治者 和这个最高目标一致的话 他当然服从 他的最高目标 应该实践这种道 儒家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